三三旅游巾 跟着三三去旅行 不会迷路不会瞎 怎么玩如何走 幸福感觉跟着走 三三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德州中文台AM1050 三三旅游巾的节目 欢迎听众朋友的再度收听 大家早上好 我是三三 今天的节目呢 是在2021年开车的第一集节目 在这边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身体平安健康快乐喜乐 那今天的节目当然 不会少掉我们大家的好朋友 Lio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朋友们大家早 Happy New Year 现在还可以说Happy New Year吧 对对对 我们今年要说两个Happy New Year 因为现在是一月份 是美国的Happy New Year 下个月份的时候 我们又要说这个Chinese的 这个中国年的新年快乐 对吧 那时候得说新年快乐 对对对对 这个今天的天气好到不行啊 然后你 我给我的个人感觉 就好像 一个新的开始 正好也是我们这期节目的第一次播出嘛 对啊 对啊 你会不会 你是不是一个很这种 像我这种很靠感觉 或者靠天气的这个状况来过生活的人 我是靠我早上起床时候自己的心情过生活的人 没有 我是一早上一看到这个天气这么好 我就开始 哎呀 好兴奋了 就觉得说 你知道以往没有这个pandemic的时候呢 我可能就会考虑说 嗯 今天找一个这个 有outdoor的 有这个外面这个patio的地方 餐厅吃个饭 然后晒一晒这种太阳 因为这种太阳不是很烈 暖暖的 又不是很热 对吧 也不 也不冷 所以这个感觉上就觉得哇 这个天气 这个整个人的心情就大开了 那倒是真的 其实我过去在COVID-19这个之前 因为出差的关系比较多 所以呢 早上起床的话会随着我在不同的地方 起床的心情会不一样 因为当我出差的时候 我习惯把房间的窗帘是打开的 那这样早上阳光就会照进来 不管是大太阳也好 或者说是阴天也好 至少光线会照进来 所以是以内间的光线 现在呢 这一年在这个pandemic的情况之下 因为都在家里面 所以说就没有了那样子的这个改变 所以在这一年来 我的心情呢 大概都会跟着起床前做的最后一个梦来延续吧 哇 你好厉害 你起床前做的最后一个梦 你还能记得 你不觉得那种 起床以前那种 就是将醒未醒 未醒又将醒的时候 那时候的梦是最有趣的 你会梦到一些东西 你会 你自己会留在那个梦境里面 但是你也知道就是说那个是梦 有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 有的时候会有 不过我现在大部分起来的时间 都是醒来的时候 第一刻就是想 今天是星期几 因为没有正常上下班了嘛 对吧 所以你就不知道 有的时候会 起来的时候会突然想到 今天星期几 要不要早起 有的时候 因为当然现在因为在家上班 也不需要说 一定是朝九晚五的那一种 但是就会想说 今天可不可以赖赖床 可以不要这么早起来 因为也许还是会有客人打电话来 或电话还是会想 这种情况 所以有的时候 第一个条件就想 今天星期几 过到哪一天了 我现在已经不会了 以前会 因为你说工作的时候 或者说出差的时候 有时候前一天晚上要应酬 应酬完了以后 第二天早上可能 就是说醒过来的时候 可能还有前一天 留下来的一点疲倦 有时候会惊醒 然后会想说 今天星期几 今天要做什么事情 现在几点钟 对对对 我也会有这种感觉 对对 但这一年来 就是在家里面嘛 所以说 醒了以后是几点钟 好像都已经不这么重要了 星期几就更不重要了 对我还是觉得有一点 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总是还会有这个 接电话的机会 uncode的时候 所以就感觉上 还是会自己 警惕一下自己 今天星期几 要不要早点起床 对 话说回来 今年的冬天 好像最近这两个礼拜 还特别凉 特别冷 所以在这边 我觉得我们应该呼吁一下 请这些朋友们 大家早上起床的时候 不要被子一掀就跳下床 尤其年纪大一点的朋友 太大的温差 可能会造成身体一下子的不适应 所以起床的时候 在床上赖一下下 其实胃肠不是一件好事 赖一下 做一点 自己在床上做一点脚步 跟腿部的这个动作 活动一下筋骨 对吧 对 让血液能够在身上开始循环 对 就是说让他的这个运动 开始多一点点 然后再起床 披上件衣服 可怕会好一点 对啊 你可以看到这几天的温度 当然今天是特别特别的好了 高温可以达到70度 但是包括昨天以前 温度大概都只有 最高温不超过60度 那明后天听说 又有一个这个冷空团要下来了 所以又会变冷 所以这个温差 有的时候是早晚 是20度的这个温差 所以真的在这边 要提醒听众朋友 这个身体要保护好 有的时候 不要这个一下猛一下的东西 因为这个温度的温差太大 真的不管是老人 老年人 还是我们这种一般的 这个稍微比较健康一点的人 或者比较年纪轻一点的人 其实都要注意一下 这个衣物的添加啦 保暖啦 这些东西是 势必是必要的 对吧 嗯 对啊 你刚刚讲老人 跟这个 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我就不要这样子嘛 我是年纪大的 那你 没有 没有 我只是说 呀 我就突然想到 就是说小时候 我的妈妈这一边 呃 是江苏人 嗯哼 所以小时候住在外公家长大的 那记得这个外公总是讲说 你们这些小人 小人 小孩子 小人 小人 对对 在江苏他们叫小孩子 叫小人 嗯哼 嗯哼 所以刚刚就很少说你们这些年轻啊 而说你们这些小人 小人 没错 对 对 刚刚讲讲老人 就讲到小人 对啊 今天我们还是要来聊一个这个老掉牙的主题 新年新希望 这个我真的觉得这个 新年新希望吧 这个其实是老掉牙的主题了嘛 对不对 其实我们大家都巴不得赶快把这个2020年都从这个大梦中醒来啊 这个希望这个2021年有更好的这个生活 呃 那当然现在疫苗的不断的这个增加 然后据我所知道我们Huston已经 打了有两万多剂了吧 尤其是在这个星期 呃 五六 都会在NRG 有一万多剂可以打 当然这个必须要符合一些条件啊 当然你必须要是65岁以上的长者啦 或是你有一些这个长期的这个一些病呢 但是一定也是要去register 一些要去申请的 也不是说你开车排队就可以去打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感觉上 我就觉得新年感觉 尤其配上今天的听众 我就觉得哎 太有希望了 人生太美好 新年新希望嘛 你说我相信现在大家的这个新希望一定是不外乎 一这个Covid-19 Pandemic早点过去 二这个生活赶快恢复正常 三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个纷纷扰扰赶快过去 对尤其下礼拜这个新的总统就职 就职 那这个礼拜我们想看起来好像应该还有蛮多的这个drama 对不对 还有很多的变数 对 对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希望就是说赶快这些事情都尘埃烙定 然后日子赶快恢复正常 我相信这是大家所最期待的 没错 其实我不知道利用你身边有没有遇到 当然这个就是上之前你有这个身边遇到这个Covid-19的朋友 那最近我身边也有遇到这些长辈们有这个问题 所以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噩梦什么时候能够醒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不再讨论这个事情 我们什么时候 当然我觉得这个Covid-19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多的生活上的改变 譬如说包括日常的戴口罩啦 狂洗手啦 保持距离啦 隔离检疫这些东西 有些东西我觉得会让我们已经造成习惯了 我觉得也是一个好处 譬如说我们要这个日常 其实我觉得戴口罩对亚洲人来说一点都不是什么特别的奇怪的事情 或者不习惯的事情 你说狂洗手 我觉得这也就是给大家一个自我保护 卫生保护的一个更好的一个模式吧 对吧 我同意你的说法 对啊 我觉得当然这个东西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这些 很多人的离去啦 或者是一些很多整个事情的改变 但是 相对的 很多家庭里面的亲子关系 夫妻关系 都也 也都有改变 改变有好有坏 这个东西都是一体好几面的嘛 对吧 嗯 对 我们在人生中间 我们每天都在面临一些新的东西 那Covid-19对大家来讲 也算是一个新的学习 对不对 是 不管是在生活方面 不管是在习惯方面 它都是一个新的 一个体验 一个新的学习 也是一个 我们讲吧 就是说 当大家都在家里面的时候 你也重新的去 去审视你过去的家庭生活 跟个人的一些 不管是生活的方式 或者说生活的价值 它都在这个时间里面 让你有一个机会 能够停下来 然后能够好好的去 回头看一下 其实这真的是很难得 你想想看 我们在人生的中间 我们是一列像是火车 发动了 它就不会停下来 它就一直在往前走 但是COVID-19 让这一列火车停了下来 然后我们可以站住 然后去看我们的生活 然后在这个生活的 这个节点上面 暂停 这真的是一件 很特别的事情 我相信 每一个人在这一段时间 都会有一些启发 都会有一些 这个感触 我希望就是说 它所留给你的 都会变成是一个美好 而把这一切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 这些压力焦躁 能够随着时间 随着这个 就是说疫苗的这个注射 它能够让我们变得更好 是 这个我们也期待 这个2021年 然后大家能够过得很平安 很健康 那是真的 对不对 这个现在经历这么多事情 有的时候是想想 这个你再多钱 也要有时间花吧 然后我经常跟朋友讲的笑话 就是说 有什么了不起 这个再有钱的人 一天也只有24小时 他也没有给我多时间 对不对 那他再有钱 他的住了5000尺的房子 1万尺的房子 他也只能睡在一张床上 他也不能每一个小时 换一个房间睡吧 对吧 你睡 也就只有那一张床可以睡 是吧 他如果一个小时 换一个房间的话 那最后他一定有焦躁的问题 对嘛 所以我就是说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有一个比较 有一个目标 有一个向上的心 是没错 但是就说 有的时候 感觉上 现在过了这个2020年以后 只要觉得说 平安就是福 那是真的 只要 对不对 有的时候想想 真的 你一天能吃多少东西吗 你吃的再好 山珍海味 鲍鱼鱼吃燕窝 跟两片面包 配两个荷包蛋 不是一样也能吃饱吗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 好好的活着 健康的活着 那本身 它就是一个幸福 没错 像我以前还 蛮喜欢这个 shopping的 现在觉得说 shopping了 干嘛 这些东西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用 有的时候就觉得 自己以前 回想一下 然后在家里 没事 就开始 东摸摸 西摸摸 整理这个 整理这个 突然发现 这个东西 怎么我也买过 那个东西 怎么我也买过 怎么还会有 重复的东西 我想很多 听众朋友 不晓 有没有跟我一样 你在这个家里 闲在家里 开始整理的时候 就会发现 自己好像 有一点浪费 这是一个过程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喜欢买东西 那是因为 出自于好奇 出自于你想要追上大家 所以说 在年轻的时候 会赶时髦 去买一些很多 也许我们现在回头看 是不必要的东西 然后等到这个年纪 稍微长一点以后 甚至你说 有了家庭以后 你可能买东西 是为了要 取悦于你的女朋友 取悦你的家人 或是照顾你的家人 然后年纪再长一点以后 买东西是为了需要用 实用 对 实用 为了需要用 然后完了以后 等到年纪再长一点 孩子们都出去了 就剩下两老 或者说自己 在这个家里头的时候 所有买的东西 在你这个人生过程中间 买的东西 累积下来的东西 它带给你的 是一段一段的记忆 跟一段一段的故事 不是吗 是啊 但是 最近我在整理东西的时候 我就会突然发现 现在这个情况呢 出去是越简单越好 身上只要有一把钥匙 一个电话 还有一瓶消毒液 那我通常是用 带一瓶酒精了 所以 然后只要有一张 信用卡跟一张驾照 其他的东西 你都可以不要带 以前出门 带的东西可多了 七七八八的 现在不可能在外面吃饭 通常都是买股购回来 所以以前的筷子 牙线 这些东西都不需要了 OK 现在只要越简单越好 突然发现 以前自己上班的时候 买了很多这些包 左一个包 右一个包 都还蛮大的 因为要装很多东西 现在就觉得说 你买这么多大包干嘛 你现在出门 只需要一个非常小的包 而且是一个挂在身上 背的包 那我个人习惯以前是没有 挂在身上 背的包 都是用手拎的包 OK 我不太喜欢背包 我觉得很像菜市场 卖菜的那个 那个阿姨 所以突然发现 我现在好像需要一个小包 我需要一个背在身上的包 不过我现在找到一个大包 有绳子可以挂 有链子可以挂的 我觉得 还是不要再花那个钱 因为我会发现 我会多了大包 买了开始 买小包的这个动作 所以我决定 还是就用一个包就好了 我觉得你开始 有一点走向 日本现在很流行的 叫极简风 对 越简单越好 我觉得我们好像 应该进广告了 我们的休息时间又到了 是吧 对 让你喘口气 也让我喘口气 喝口水 我们等会再回到 节目现场 好吧 好 我去冲杯咖啡 好 先生们 欢迎回到 三三旅游金的节目现场 这个上半集 我们 对不起 我在上半集 还没来得及休息 之前已经把 Leo的话打断了 Leo不好意思 我们在言归正传 讲到 你说我是这个 什么典疫族 对吧 不是 我讲的是 有点像日本 这个 讲的叫 极简风 极简风 好 我倒没 对 这是什么意思 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其实我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 我在网络上面翻 我还蛮喜欢看人家怎么样去装潢他们的房子 那看看人家装潢的这些照片 这些介绍 其实有时候也是一种乐趣 那一天我就刚好在看看看看看的中间 突然我看到一个就是 我觉得那是一个刚刚完成的 一个日本式的这个房间 就是榻榻米 然后其他东西什么都没有 然后呢 他有一根绳子 那根绳子上面掉了一件衬衫 就在那个房间里面 我就想说 OK 这个大概是刚刚盖好的 刚刚整理完的一个房间 结果下面的介绍呢 那个人就是那个人的生活 然后他 很简单 就是一个空的榻榻米 然后他的背 然后再加上一个笔垫 然后加上 两件衣服 那就是他所有的生活 两件衣服也太少了吧 他反正就是换着穿嘛 你需要多少衣服 你一次只能穿一套衣服啊 就像我讲的 你一个晚上只能睡一张床是吧 对啊 对 你一次只能穿一套衣服 那当然他们日本人 跟我们的习惯不一样 我们是自己 我们的生活是 我们要有客厅 我们要有卧室 我们卧室要有张床 床上有被子什么东西的 那日本人他根本 他被子就是卷在那边 然后晚上要睡觉的时候 在踏踏层上 就睡觉 然后明天早上起来 再把那个被子再收起来 所以他需要的 就像你刚刚讲的 他只需要一个睡觉的空间 能够平躺下来的空间 然后一个简单的小茶几 上面放了一个笔垫 他可以去做他要做的事情 然后吃来讲的话 他只需要一个小锅 跟一双筷子 他所有东西在那个锅里面做 不管是煎着厨 煎炒煮炸 就是在一个锅子里面 然后把那个锅子也当成是碗 做完了就直接在那锅子里面吃了 是吧 对啊 其实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就是说 我们在想说 如果我是一个人的话 真的 生活也就只需要这些东西吧 可以把它变得更简单化 对不对 其实你这么讲说 你一个人的时候 我就想到 其实我一个人 所以我其实会发现 你杯子再多 你一次只能用一个 通常有的人 我是用一个 当然就这个 就从今天早上起来 开始用到 这个晚上睡觉了 那有的人的习惯 我知道他们就是 喝一个 用一个 例如说我现在去厨房 倒杯水 我喝完了 我可能就把这个 把它放到洗碗 淘酒一放 等到他下一次 可能一个小时以后 要喝水的时候 他又去拿了另外一个杯子 所以其实如果说 只有一个杯子的时候 你就没有选择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用那个 之后 你就会把它洗干净 然后就把它沥干 然后等到你下一次 再去喝水的时候 又会用到同一只杯子 对吧 其实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 日子也可以过得很简单 对 我自己待在家里 开始丢东西 整理东西了 对啊 就像我看的那个 那当然他后面 还有一些 就是说对应的照片 就是这个人 当他在进入到 极简峰之前的生活 哇塞 那个空间里面 是堆满了东西 然后他里面 有一个短短的一个影片 他就在他整理的过程中间 他就拿起每一个东西 就说出这一个东西的故事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这是我高中的时候 怎么样怎么样 这是我什么时候 怎么样 然后当他拿出那些东西的时候 他甚至就是说 有很多惊喜 就是说 很多他尘封已久的事情 然后随着那些东西 他开始想到 他过去的这些经历过的 但是当他把这些东西 挪走了以后 进入到极简峰 然后在极简峰的这个生活 过了一段时间 他又有一个另外一个影片 就是发现 他在把所有东西清完了以后 他的个性也做了一些改变 他从过去的 这个会不时的回头看 然后甚至有些心情 跟心绪会留在过去 但是当他把一切东西都清掉了以后 他发现他的生活 他的人生 开始是往前看 而不是停留 或者是往回顾 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来说的话 就是说到底他是好的 还是不好的 还是对的 还是不对的 真的讲究良心化 他没有一个绝对 那只是看 就是说 你想要怎么去过你的日子 没错 那这个 你也我想问一下 像感觉上 大家在这个2021都希望能够有一些 不一样的东西 或者是能够回归到正常 像你们 可能你的工作来讲 已经有开始计划的这个部分了吗 还是 目前还是pending的 目前来讲 我们的业务还是pending的 因为要看这个 看这个目前的这个pandemic的情况嘛 对不对 对 因为 虽然说现在这个 COVID-19的这个疫苗已经出来了 但是 如同你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有讲到 就是说 这个疫苗出来 但是现在整个这个接种率 随着 还没有那么高 所以 也还没达到 就是说 这个控制疫情的百分比 那当然这是美国 如果说以国外来讲的话 那当然更慢了 是不是 对 是 美国的这个疫苗 已经是算是 比全世界要来得快的多了 对 那如果说 以我 我们办公室 就是我的办公室所负责的业务 就是说亚太地区的业务来讲的话 是 我们几个主要的市场 你说包括中国 中国目前也在接种中国的疫苗 可是到目前为止 好像它的数量也并不是那么高 然后在河北 也有 对 还是有这个疫情的这个散步 对 对 它也是 而且它并不是境外输入 而是自己本土内的这个传染 对 对 所以在现在我们也还看不到 就是说 中国可以 安心的开放这个国际旅行 当然更不要讲旅游了 你必然是先有旅行 才会有旅游 对不对 那台湾来讲的话呢 目前台湾的情况也并不是那么的确定 像前几天不是台湾也发生了这个 这个医院医生 对 医院医生跟护士长的这个 这个爆发 对 对 所以台湾也还是有些case 它也并不是一个完全说没有的一个情况 当然 它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分兔的 对 它其实它比很多地方好很多 那其他我们比较重要的这个亚洲的这个feed market来讲 越南 因为我们休斯顿有全美国第二大的越南社区 所以越南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旅行的这个市场 可是越南现在也还是全境封闭 对 对 它不开放 日本 日本 那更糟糕了 日本在这个昨天还前天已经宣布 就是说整个封 它已经 边境已经封闭了 那韩国来讲的话 韩国它前面发生过大爆发 那目前也还没有看到它有很长足的进步 所以好像距离我们对亚洲开放旅行 跟亚洲对我们开放旅行 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吧 是 而且美国现在也发布了规定 就是说你如果现在是海外过来进入美国的 不管你是拿什么样的身份进来的 你必须要持有72小时之内的这个COVID-19的测试 建议证明 对 就跟现在你要去台湾或去大陆是一样的 去大陆现在也是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难 这个包括本身很多持有大陆护照 要回国的人现在也是 你可以在各大群体网站里面发现这个投诉 大家也是心生非常的可怜 因为已经买了机票好不容易买到机票 机票也是这个天价的部分 但是因为没有拿到绿码 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对啊 对啊 这都没有办法了 这个其实这一年来我们面对的都是这些事情 对不对 是 那就能够忍一忍就再忍一忍吧 我很喜欢跟Leo聊这些东西 因为Leo都会给听众朋友一个很 比较一个正面 比较positive的 因为有的时候你可以大家在朋友中间聊天 你可以听到的都是一些好像不是太正面的东西 但是我特别喜欢跟Leo聊天 是因为Leo就是能够带给人家很正面 所以人家经常讲说你要跟什么样的朋友相处 你要认识什么样的朋友 你要跟正能量正面的人相处 你真的有的时候跟你讲完话 或者是听完我们这期节目 有时候听众朋友也许会比较低落 或是比较低潮的情况 听完了你的节目以后 真的有朋友跟我说 真的他发现Leo好会讲 而且不是会讲是不讲的问题 而就是说他给人家带来的正能量的问题 不然你怎么办 不然你怎么办 你告诉我吧 有的人就是很 就是你知道 讲来讲去就是离不开这些很不好的东西 对不对 可是我每一次跟你聊天的时候 我们都有共同的一个主题 然后去聊聊了聊了聊了就发现 我每次做完节目以后 我就觉得心情特别好 本来今天心情就特别好 讲完话以后特别特别的好 对不对 我也希望朋友 听众朋友听完我们这一集的节目 能够期待有更好的2021年 那倒是真的 这个Leo我们现在只剩下半分钟的时间 我们让你做一个结尾好不好 好啊 结尾我想想 那当然了 就是说第一个 希望大家都这个平平安安 然后这个大家都已经撑了一年了 再撑一会儿 马上这个疫情就要过去了 好吧 希望大家马上农历年了 去想想看农历年要吃什么东西 从现在开始准备 我相信你一定会有一个非常丰盛的农历年的出席大餐 OK 好的 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也谢谢Leo今天的参与 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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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